中共庆祝建政70周年 今天举行史上最大规模的阅兵仪式 除了广场上的阅兵队伍之外 媒体以及人民的目光 也都聚焦在天安门城楼上的一众元老 联合早报报导 根据央视的画面显示 在城楼上的 除了江泽民以及胡锦涛 至少还有12名退休的政治局常委 包括宋平、李兰青、李瑞环、曾庆红、贾庆林 吴邦国、温家宝、李长春、于正生、张高丽、张德江以及刘云山 而90岁的前总理朱镕基则没有现身 其中93岁高龄的江泽民坐着轮椅出席 苹果日报报导 早上江泽民在两人的搀扶下 满山地走到自己的座位上 之后在台上观看阅兵 一直到上午11点05分左右 央视画面转回城楼时 原本坐在习近平左边的江泽民却不在位置上 30分钟之后才返回座位 与坐在左边的李克强交谈 至于江泽民身影的理由仍不得而知 另外一个外界关注的焦点则是胡锦涛 中央社报导前一晚缺席庆祝晚宴的胡锦涛 今天现身观礼但他满头白发 容貌以及神情都显得苍老憔悴 而这也让网路上议论纷纷 中国阅兵仪式的另外一个焦点 则是首度亮相的东风41洲际弹道导弹 综合自由时报以及苹果日报报导 东风41是解放军火箭军所装备的陆基洲际弹道导弹 最大射程可以达到14000公里 时速最高可以达到25马赫 发射之后30分钟之内就能够飞抵美国的目标 可以搭载常规的弹头以及核弹头 最多可以携带10个分导式弹头 分别瞄准多个目标 环球时报形容东风41 是中国战略核威者能力的最强象征 不过媒体也注意到 今天共有16枚飞弹同时亮相 显示东风41已经进入了批量装备的阶段 除了东风41之外 中国首次亮相的新武器 还包括东风17、长剑100、巨浪2等飞弹 其中东风17是常规飞弹 号称拥有全天候、无依托、强突防等特点 可以打击中进城的目标 值得注意的是 在大规模的阅兵典礼当中 还散发着浓厚的统战意味 自由时报报道 10万参与阅兵游行的民众当中 分组36个方阵 中国历届领导人的画像依序出现 就在江泽民画像之后 有一个港澳台一国两制的方阵 接着央视便把镜头切向在香港反送中示威当中 因为拿枪指着民众而爆红的光头警长刘泽基 虽然只有出现几秒钟的时间 但已经相当的罕见难得 另外代表中国各省的花车游行 当港澳花车出现时 香港特首林郑月娥以及澳门特首也出现在转播的画面当中 而台湾彩车则是压轴 上面有象征台湾的三太子以及天灯 荧幕上还显示着为了实现民族伟大复兴 推进祖国和平统一的字样 香港反修例风波不断 大批示威者在中共十一国庆当天 分别于六区集会 包括铜锣湾、黄大仙、深水镇、屯门、泉湾以及沙田 之后更延伸到九龙市区一带 据传示威者跟警方在沃达老道以及弥敦道交界爆发冲突 有消息指出期间有警员发射两发的实弹枪 无线新闻报道 有示威者向警员投掷杂物 至少三名警员举枪指向示威者 网络媒体米报报道 在弥敦道沃达老道交界 有两辆警车遇上了弥敦道示威者 双方发生冲突 最后两名警员向天开了两枪 该报拍摄到两名防暴警员手持左轮手枪的照片 两名警员头部受伤流血 此外头条日报报道 拳湾沙嘴道一爆发激烈的警营冲突 警方证实有警员曾在海坝接近川龙街发射实弹 由示威者中枪倒地 左边胸口位置有血迹带上氧气道送院 据了解在拳湾冲突中枪者被送往马加列医院 香港医管局也表示有一名情况危急的男子被送往该医院 美国政客彭博竟然为习近平辩解吗 自由时报报道 美国财经媒体彭博创办人 前纽约市长彭博 日前接受专访时公开力挺习近平 说他不是独裁者 还说中共在空气污染等议题上倾听民意 虽然中国还在建造一些燃煤火力发电厂 但他们正将工厂迁离都市 尽管主持人反驳中国不是民主国家 习近平不用对选民负责 但彭博回应 没有大多数人民的意愿任何政府都无法生成下去 因此他必须提供服务 最后看到第一位支持美国总统川普竞选总统的 国会议员柯林斯30号辞职 他被指控证券欺诈 合谋犯罪 电信欺诈 以及向联邦调查局说谎 据了解 柯林斯之前曾经计划要做无罪的抗辩 但有媒体披露 他将在法官面前将把无罪抗辩改为承认有罪 柯林斯被指控 利用内幕的资讯让他的儿子卡梅隆 以及第三名被告扎尔斯基 在2017年避免了将近80万美元的股票损失 根据起诉书 柯林斯跟澳洲一家制药公司有商业关系 他在白宫参加一次野餐会时 该公司的负责人透过电子邮件告诉他说 一个新的治疗多发性硬化症的药物失败了 据称柯林斯几乎立刻的告诉他的儿子 而他的儿子又告诉了扎尔斯基 两人在消息公布于众之前出售了该公司的股票 让他们避免了将近80万美元的损失 在北京盛大庆祝中共建政70周年之际 香港台湾都以大规模抗议来回应习近平政权家租两地的一国两制紧箍咒 分析人士说这是因为港台年轻时代对中国没有信任 而北京却情报失灵无法掌握政治成败 现在只能盲目行事 中央社报导习近平一日在建政70周年阅兵事上重申 要坚持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方针 保持港澳长期繁荣稳定 推动海峡两岸关系和平发展 继续为实现祖国完全统一而奋斗 就连在前一天晚上的国庆酒会上 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时 也用了六分之一的篇幅来讨论香港一国两制和台湾九二共事 显示紧抓的力道丝毫未减 对此美国之音引述美国维吉尼亚大学公共政策教授何汉里表示 北京一国两制的最终目标是要推动香港的大陆化 如果不能让香港大陆化 那等于是延续19世纪被英国殖民的羞辱 因此中国不会允许任何可能导致香港偏离一国两制轨道的企图 他认为如果一国两制只能维持到2047年 那么北京在推动香港大陆化的过程 就必须在2047年之前完成 因此现在就必须开始改变香港 何汉里进一步预测 这些试图改变香港的企图 正是未来港人会有更多抗议的原因 他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为例指出 香港年轻人对这个项目的兴趣并不大 因为对他们来说 只要进入这个大湾区 他们的自由管道就会受到限制 原来使用的社交媒体也无法使用 也由于这些对港人早已珍视的自由价值的限制 他预期未来香港的抗议只会越来越多 香港中文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林夏如则认为 虽然香港是亚洲金融活动中心 但多年来香港的年轻人却受困于高收入陷阱 在汇聚国际金融产业的城市中 香港贫富差距日益严重 对于香港的经济问题 港府的解决之道就是求助于北京的中央政府 但这么做却只会让北京对港府 如何治理香港有更多决定权 对香港的文化和认同带来无法避免的威胁 林夏如分析 今年发生的反送中抗争 只是让香港一直以来潜藏的问题浮出台面 就是港人与北京不同的价值观 港人对北京的不信任才是北京必须面对的根本挑战 林夏如说 北京在台湾议题上也面临同样的挑战 如何处理香港抗争对台湾有极为重要的影响 他提到就在去年台湾地方选举前 台湾民调首度出现30年未曾有过的现象 那就是认同自己既是台湾人也是中国人的比例有所增加 支持统一的比例也提高了4% 这是过去30年不曾有过的情形 可是这个成果只过了几个月就被完全毁灭 今年年中所有台湾民调的数字都回到原点 人们不支持一国两制 不支持统一 也不觉得他们是中国人 许多台湾人都认为香港与台湾所面临的情况极其相似 许多香港人希望今日的民主自治台湾是明日的香港 而台湾人却害怕今日面临中国影响力日增的香港将是明日的台湾 林向如表示北京其实有办法可以解决香港的抗争困境 那就是允许特首直选 因为这是最基本的问题 也是抗议者最早提出的诉求 他认为就像商业谈判一样 现在抗议者价码已经改变 当局对抗争做出的回应太迟太少 抗争者看到更多更深层的问题 包含制度的问题和政府的反应等 因此不会愿意再回到最早的单纯诉求 对于台港与中国的疏离达到前所未有的地步 林向如进一步分析 北京的情报系统可能出了问题 才会使他无法衡量为何即便他的意图良好 但却在政策上失败 因此现在他完全是在盲目行事 中共当局在国庆前夕发表 新时代的中国与世界白皮书 夸耀共产党中国用几十年时间 走完了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发展历程 近14亿人民摆脱了物质短缺 总体达到小康水准 享有前所未有的尊严和权利 白皮书强调中国70年发展之所以成功 最根本在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没有集中统一 坚强有力的领导力量 中国将走向分裂和解体 然而国际舆论对于中国的发展道路 尤其是共产党的专制集权统治 提出诸多质疑 美国之音引述北京之称荣誉主编胡平表示 40年来中国的脱贫率世界第一 这固然没错 但那之前的30年中国造贫率也是世界第一 中国之所以在改革开放后 立刻取得经济上的奇迹是增长 就是当年官方媒体所说的松绑 胡平认为中国经济改革的基本特点就是 共产党改革改掉的东西 正是共产党前30年所建立的东西 共产党在改革中建立的东西 就是共产党自己过去打倒的东西 拿农村来说前30年走集体化 后40年就是去集体化 另外还有允许个体经营 允许私人企业 实行市场经济 实行对外开放 承认私有产权的正当性等等 这些都是所谓解放前就有被共产党革命所打倒的东西 胡平指出中国经济改革有两个是标志性事件 一是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二是2007年通过物权法 世界贸易组织的前身就是关税贸易总协定 该协定签订于1948年当时的中华民国政府就是该协定的缔约国 至于物权法早在1939年当时的中华民国政府就已经通过了物权法 这种情况借用80年代一位中共官员说的话 就是辛辛苦苦几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 所谓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功当然不是靠社会主义 而是靠资本主义 所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其实就是指资本主义 几年前英国经济学人曾有文章谈到 假如1949年不是毛泽东取得了胜利 而是蒋介石 那么今天的中国会是什么样子呢 毫无疑问 中国就不会有杀死几百万地主的土改 不会有三反五反 不会有反右 不会有文革等等 中国早就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 所以胡平觉得 从中国经济改革取得的成就来看 这恰恰证明社会主义是行不通的 社会主义是错误的 中国经济改革的本身就是对中国共产党革命的一个根本否定 另一方面 网刊纵览中国主编陈奎德表示 1949年之后 中国文化受到两方面严重夹击 一方面是外来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意识形态 以国家的名义均临天下 以消灭所谓封建文化的名义 将中国文化中人本主义的 中庸宽容的 优雅独特的 仁义理智性之类的等等内容扫荡一径 这在文革时期达到顶峰 文革时期 破似旧 立似新 扫荡士生阶级 农村中稍有点文化的人都受到打击 城市中更是如此 另一方面 政治化的儒家思想中 皇权至上之类的刚常名教的东西 进入了中国统治者的行为模式 尤其毛泽东模仿秦始皇和朱元璋等 最暴力帝王的行为模式 这种东西与马列主义的某些方面有某种同构性 同时加上毛泽东自己独特的中国下层的痞子文化 这与毛泽东的反制主义有深刻关联 使得中国在文化方面渔民主义盛行 文字域盛行 所以一方面中国世生文化被消灭 仁义理智性被践踏 另一方面皇权至上之类的官本未思想流行 反制主义 文字域畅狂 等级森严 社会倒退到野蛮社会 这在文革中尤盛 陈奎德指出 这是一种文明的退化 是非常严重的事件 中国文化受到的这种打击 恐怕要非常长时间才能够恢复